大家好,本影片将提供使用情境 为您介绍如何使用人文社会资料库名录检索系统中的各项功能 您可以扫描左边的QR Code,进入系统的首页 或从下方影片资讯栏直接点选连结 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个计划 或系统基本操作 可以点选上方资讯卡连结 观看计划介绍影片及功能说明影片 以下将为您介绍几个不同的资料库使用情境 希望可以让您更了解本系统提供的功能与实际运用方式 就读历史系的小日和小月 对台湾史很有兴趣 硕一下学期的他们决定跟老师讨论论文的研究方向 讨论过程中老师给他们许多建议 也顺利将研究主题聚焦到台湾日志时期 除此之外 老师还推荐小日和小月利用资料库名录网站 人文社会资料库名录检索系统 探索更多可以用来查资料的管道 不过这是两人第一次使用人文社会资料库名录检索系统 所以为了协助小日和小月顺利查找资料 让我们一起帮助他们 首先 习惯先浏览的小日可以直接透过首页右侧分类显示功能中的关键字 来浏览与日志时期相关的资料库 不过小日不知道原来关键字后面夸号中的数字代表的是资料库比数 于是当他点选日志时期后 页面马上显示85个资料库 小日看得眼花缭乱 这时我们赶快告诉小日 为了缩小范围 可以再次点选页面右侧的分类显示来限缩查折的资料库范围 例如他可以透过关键字 根据感兴趣的主题 进一步限缩系统显示的资料库 因为旧报纸是重要的史料之一 所以小日决定先点选报纸 于是系统呈现出与日志时期相关 收录资料类型包含报纸的资料库 身为台南人的小日 马上被台南新报资料库吸引 并点选这个资料库 进入资料库介绍的页面可以发现 这些资料原本点藏于台南市立图书馆 线上资料库收录了三个月份的报纸 包括文字和图片 而且不用账号就可以查询使用 小日发现在这个网站上 可以找到以前不知道的资料库 觉得很有收获 除此之外小日还想看看 国内有哪些与日志时期相关的期刊 因此他点选上方logo回到首页 并透过分类显示的关键字 点选日志时期之后 再点选期刊 此时就可以看到与日志时期有关 且收录资料类型包含期刊的资料库 在网站中探索一阵子后 小日想查找文字以外的资料类型 并想到或许可以从老照片中得到新发现 让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 这时如果小日不想像刚刚一样重新回到首页 他也可以透过显示或更改限定条件 来筛选检索结果 系统就会显示目前的检索条件 当我们把原本的期刊改为照片集 并点选按此以确认修改限定条件后 就可以看到与日志时期相关 且收录资料类型包含照片的资料库 除了透过分类显示功能浏览之外 如果你和小月一样 是习惯直接搜寻的人 则可以在首页右侧的检索栏位中 输入台湾日志时期 得到检索结果后 一样可以透过页面右侧的关键字 限缩资料库收录的资料类型 因为小月对跨领域的研究很有兴趣 所以他可以从右侧分类显示的学门分类中 点选他所感兴趣的其他学门 就可以将检索范围限缩在符合台湾日志时期 又同时被归入其他学门下的资料库了 透过以上介绍的分类显示与检索等功能 小日和小月成功在人文社会资料库名录检索系统中 找到许多好用的资料库 并开心地准备下一次跟老师讨论的内容 本系统不但可以帮助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 拓展手边的资源 更可以帮助像小日和小月一样的研究新手 指导老师或图书馆学科管员 在面对研究生提问时 也可以推荐他们先利用本系统探索各种资源 除此之外 想申请科技部大专生计划 或是未来有兴趣读研究所的大学生 更可以善用这个系统 最后撰写小论文的高中生和他们的指导老师 也都可以利用本系统了解国内自建的优质资料库 如此一来 即使身为研究新手 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可参考的资料库 而且 就算跟小日和小月一样 第一次使用也能简单上手 以上为情境练习的第一部分 下集将提供第二部分的情境练习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段影片见 我们下段影片见